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韌牙》 作者馮继才 致牙的華大夫 藝術可謂頂天了 您朝他一張嘴 不用說哪個牙疼 哪個牙酸 哪個牙活動 他往里瞅一眼全知道 他能把真牙 修理的曬假牙一樣漂亮 也能把假牙 做的曬真牙一樣得用 他哪來的這麼大能耐 廢猜 華大夫人善正牌 規矩 可有個毛病 便是記性差 記不住人 見過就忘 忘得乾乾淨淨 您昨天剛去他的診所 瞧蟲子牙 今兒在街上碰上 一打招呼 他不認得您了 您惱不惱 要說他眼神差 他從不戴镜子 可胃麻 記性這麼差 也是廢猜 後來華大夫出了一件事 把這兩個廢猜的問題 全解開了 一天下賞 巡捕房 來了兩位便衣偵探 進門就問 今兒上午 有沒有一個黑臉漢子 到診所來 長相是落腮鬍子 腫眼拋 挨著右嘴角 一顆大黑痣 華大夫搖搖頭說 記不得了 偵探問 您一上午看幾號 華大夫回答 半天只看六號 偵探說 這就齊了 總共一上午才六個人 怎麼會記不住 再說 這人的長相 就是在大街上掃一眼 保管也會進一年 告明白你吧 這個人上個月在 孤一街持槍搶了一家首飾店 是通緝的藥販 您不說 難道跟他有瓜哥 華大夫平時沒脾氣 一聽這話 燈時火起 啪一拍桌子 拔牙的鉗子 在桌面上蹦的老高 他說 我華家三代行醫治病救人 從不做違背良心的事 記不得就是記不得 我也明白告訴你們 那禍害人的傢伙 要給我瞧見 逢你們來找我 我找你們去 兩位偵探見牙醫動怒 刺著白牙露著牙花 不像裝甲 他們遲一片刻扭身走了 天冷了一天 華大夫真的急急慌慌 跑到巡捕房來 跑得太急 大褂都咧了 他說 那搶手是店的家伙 正在開封道上的 一壺春酒樓 喝酒呢 巡捕文指馬上赶去 居然把這黑臉巨匪 捉拿歸案了 偵探說 華大夫 你怎麼認出他來的 華大夫說 當時我也在一壺春吃飯 看見這傢伙正跟人喝酒 我先認出他嘴角的那顆黑痣 這長相是你們告訴我的 可我還不敢斷定就是他 天下不會只有一個嘴角長痣的 萬萬不能弄錯 但等他咧嘴一笑 露出那顆虎牙 這牙我給他看過 記得 沒錯 我便趕緊報信來了 偵探說 我還是不明白 怎麼一看牙 就認出來了呢 華大夫哈哈大笑說 我是治牙的呀 我不認識人 可認識牙呀 偵探聽吧 驚奇不已 這事傳出去 人們對他那廢猜的事 全都明白了 他記不住人 不是毛病 因為他不記人 只記牙 治牙的 把全部心思都使在牙上 醫術還能不高 等等 在啟稿上